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来到星球热点 国家大事从不缺席舆论场中抽丝剥茧 聚焦独家中国资讯 点赞订阅加小铃铛 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 2015年9月17日 在国家领导人访美前夕 中央财经领导办公室 公布了标志着开启中美经贸合作新旅程的三大中美合作项目 其中格外引人注意的是 美国西部快线高铁项目 为什么这一项目能够吸引世界的注意 原因一是 该项目是中美合作中少有的大型项目 预计总投资高达127亿美元 约合人民币800亿左右 投资资金总额数量庞大 其次是该项目的合作内容 据介绍 该项目计划在美国西部 特大城市 洛杉矶和拉斯维加斯之间 由中美合作修建一条长达370公里的高铁线路 可以看出 该项目的合作内容 涉及到了美国重要城市间的基础交通建设 这无疑是一个深化中美经济合作的标志性项目 同月 中国铁路国际公司 美国子公司和美国西部快线 更是发表联合声明 称将组建合资公司 以便统筹相关工作 从而加速美国西部快线高铁项目的启动 可以说 作为在国家领导人访美前夕 由中央办公室直接公布的项目 美国西部快线高铁项目 对于中美两国经贸合作的重要性 可见一斑 此外 更是有媒体报道称 该项目在启动前 就已经经过数年的协商 在这一刻 中美合作制造的高铁曾无限接近现实 但没有人想到 短短不到一年 事情发生了360度的反转 时间来到了2016年6月9日 一则爆炸性新闻震惊了世人 总投资规划100多亿美元 被视为中美经贸合作 新里程标志之一等 美国西部快线高铁项目 宣布终止 距离2015年9月的出次亮相 时经还不满一年 发生了什么 是什么导致这一项目的终止 它的终止又意味着什么 通常一个项目的终止 总是由项目双方共同宣布 但这次却显得有些不同 西部快线高铁项目的终止 是由美国私营公司 西部快线在其官网上单方面宣布的 在声明中 美方公司宣布 终止中国铁路国际公司 在高铁项目上的合作 这标志着美国西部快线高铁项目 泰死腹中 而中国铁路国际公司则指出 美方公司的单方毁约是极不负责的行为 并表示将进一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舆论华人之余 对于美国单方毁约的原因也众说纷纭 为何美国要单方毁约终止合作 中国高铁企业的国外之旅和中美合作 又该何去何从 先来看看西部快线公司首席执行官托尼·马内尔给出的理由 马内尔在公告中说道 单方毁约主要是基于中铁国际公司 不能及时履行其相关义务 以及在推进项目过程中 中方无法获取必要授权所面临的挑战等原因 他还在回应中声称 这一项目最大的阻碍 来自于美国联邦政府高铁 必须在美国制造的相关规定 站一看 马内尔的声明似乎都是部分青红皂白的责任推卸 但进一步深究 在马内尔为美方单方面毁约行为的辩护中 我们却不能发现 这其中有着美国联邦政府的影子 在某种意义上 尽管美国西部快线高铁项目 是由中国铁路国际公司和美国西部快线公司主导的合作项目 但其绝不是简单的民间商业行为 更是中美政府双方共同博弈合作的经贸项目 其背后的主导因素不是马内尔所谓的义务旅行 授权挑战等商业术语 而是美国保护主义和中美国家关系 也就是说美国的保护主义和中美大国关系的变化 是美方单方面撕毁合约的主要原因 美国的保护主义有着悠长的历史 早在美国建国之初为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 美国就采取了全面贸易保护主义来巩固资本主义制度 当工业化有所发展成为世界强国的美国 仍然采用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来助推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 二战后为了获取更多经济利益 已经占据了经济强势地位的美国 开始推进多边贸易自由化 但仍然将贸易保护主义作为打压竞争对手 缓解经济压力为政府换解选举拉票的重要手段 此次美国西部快线高铁项目的被迫终止 无非是美国一贯奉行的保护主义再次作祟 小编前面提到 这一项目在中国首次公开的时间是2015年9月17日 是国家领导人访美之旅的前一天 此时的中美关系良好 双方都对进一步加强经贸合作 有着良好期盼 但随着2016年脚步的临近 美国第45任总统大选的来临 美国内部保守势力抬头 加之执政党政府 希望通过保护主义 促进本国本土经济 换取选票支持 美国本土环境的变化 为保护主义提供了兴风作浪的土壤 其次是美国战略重返亚太 南海局势的紧张 都表示中美关系有了极大变化 同年7月12日 所谓的海牙国际法庭 做出了所谓的南海仲裁 公然挑衅中国领土主权完整性 中美先后在南海海域附近举行军演 可见此时的中美关系 是何等的剑拔弩张 更何况在这之后 紧随着的是特朗普的上台 尽力打压中国经济 实施高关税 和种种入境限制的贸易壁垒政策 美国西部快线高铁项目 更是失去了重启的可能 美国西部快线高铁项目的终止 其实是中国企业国外投资生产贸易的 现实风险的一个缩影 中国国际经济合作项目 往往具有涉及资金量大 投资生产周期长 涉及领域广等特点 在现实的经贸合作中 尤其是带有政府支持主导的经贸项目 极易受到风险干扰 使得项目成本增加 乃至直接中途中止 那么我们又该如何应对 首先是跨国经贸企业自身的风险因素 在美国西部快线高铁项目中 我们不难发现 中国铁路国际公司 明显的风险把握问题 中国铁路国际公司 由于对美国贸易壁垒的不熟悉 信息获取不顺畅 才会陷入美国贸易壁垒陷阱 以至于被美方单方面声明撕毁合同 当然中方后期表示 将要从美方单方面毁约 违背合同角度 进行合法权益的维护 起诉美国方面公司单方违约 则是向我们展示了 跨国企业遭受风险的自救示范 熟悉东道国的游戏规则 以笔之道环笔之身 方能最大程度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其次是跨国企业东道国的政治环境 社会环境和国家间关系变化 等风险因素的把握 在前面的分析中 小编提到 美国西部快线高铁项目的终止 是因为美国保护主义 再次兴起和中美国家关系的摩擦 在项目之初 企业如果能够预估到 美国国家大选 国内保守势力的抬头 明确美国保护主义的潜在风险 关注中美国家关系的变化 或许还能够把控潜在风险 其次是在国家层面 加强国家对话 增进理解 互惠共赢才是促进经贸合作的良好手段 美国将一切贸易伙伴视为潜在竞争对手 实施打压 贸易壁垒的行为是不能长久的 是不利于本国 也不利于世界经济的短视做法 而中国企业对于走出去 中国高铁走出去 既要对困难和潜在风险充分估计 也要对前景保持乐观 相信过硬的技术和良好的市场声誉 会加快中国高铁走向世界的脚步 好了 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当前去年那场单方面撕毁合约的闹剧 已经是第六年了 最近拜登又在G7峰会上提出 要大搞全球基建计划 你认为中国高铁何时能再次走进美国市场呢 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分享你的看法 一定不要忘记点赞加订阅哦 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 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